因缘果报 很多人在伤害别人之后 不知道自己伤害了别人 实际上,叶已经种下去 还是会长寿不好的叶果报 但是,实际上这种很危险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这会造成自己的大业障 这是更危险的事情 知道自己做错事情 还有改变的可能 连自己做错事情都不知道 会造更多业 就像一个人开车 有个坏习惯 喜欢打瞌睡 总有一天会撞人的 有这个坏习惯 你必须要改掉 改变习惯 就是改变你的认识 改变你的学佛 改变你的愿力 不留任何在人间做错事情的机会 不让自己有任何做错事情的机会 你才能如理如法地实现愿力 绝对不能让自己做错任何事 做错事情都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去让自己总是做错 你就成功了 总是做错事情 恶缘开始轮回 一会儿做错 一会儿做错 时间长了 它会轮回的 就像骂人一样 经常骂人 骂到后来习惯了 就会一开口就骂人 你都不知道自己骂人了 等那天你骂了别人 人家揍你一拳 你才觉得我骂过你吗 实际,你的嘴巴早就骂过别人了 人间业障重如山 逃也逃不掉 要用惭愧心活着 要用感恩心生活 你就不会走偏差 伤害他人 无自知 无明执着 造业力 严守戒律 行愿力 解行病重 威神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